大家好 今天是5月22日 星期一 股市有少少技術上的反弹 但相对整个成交金额 仍然偏梭来看 只不过是一个急跌后一个后抽 先看看它的指数 恒指金早先是轻轻高开28点 到19479点 曾经有少少拉锯 而低跌19410 但维稳的卖本开始出来了 结果市况逐步逐步升到19784点 这分钟相对上个星期五来说 市会升回334点 但始终成交偏梭 就算指数轻轻回到250点 只不过是技术上一个后抽 而事实上在成交金额持续 都是比较疏落的情况下 大市暂时都欠缺一股 进一步推升的动力 先看看 五月份剩下交易天 连同今天下午座内 只有七日半 下星期一已经是今个月 旗子转创务高峰日 下星期二是今个月旗子结算日 下星期三是今个月 墙外衍生工具结算日 即是在未来这四日半 包括今天的下午座内 所以很淡的角力是会比较明显的 好仓大户 其实当然是希望将指数 推翻比较高的水平 从而进行一个转仓 目的就是减轻转仓 带来成本的开支 但做淡的那些 亦都希望是进一步下压的 到底两股力量 哪股力量稍为优胜呢 你只是看成交金额 持续偏梭来说 似乎好仓大户的投入 态度还是比较保守 大家要留意 有一个其实上的走势 想跟大家说一说 十天线现在已经落到 19,743点左右 而250天线现在位居在 19,696点左右 十天线很大机会 在反复不明的释放当中 即将会有机会 跌穿250天线 就令到移动市方面 再呈现另外一个死亡交叉 虽然不是代表大使会 大幅度急跌 但最低效率的大使 反复不明持续 略为偏淡的势头 是没有变得了 5月份直到这一分钟 仍然是先高后低 指数暂时来说 仍然是由8日的高位 20321点 跌至19日的低位 19352点 说真的 十个交易天之内 出现一个月的高低位 勉强是可以符合了一个惯性的要求 问题是今月的波幅只有969点 似乎来说真的比较小 那会不会在5月份 剩下的交易天 有更大的波幅点出现呢? 如果有的话 假设先高后低形态不变 即是指数是有机会进一步向下市低位 大家要留意 但不知 习近来说 指数是拉距在19,700左右 向上望高一点 有10天线 有20 也有50天的平均移动线 简单说 指数能够回到2万点上 就可以收复12、15天线 不过按现在的成交金额来看 我觉得机会真的不大 好了 有些事情要再跟大家讲一讲 郭司智和郭司智工作室 是并没有任何投资群组 是完全没有的 在网上看到的我张照片 呼吁大家加油任何群组 其实不是我本人来的 张照片被人导容了 一切投资的建议和损失 跟我和相关的公司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亦都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有个别的网友 是直接联络我 说我承诺了 但由头到尾 我都没有承诺过任何东西 我都是建议他 立刻去报警官避免的 任何的损失一定要避免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不信 相关的投资组合的建议 好了 五次分析 我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和按钟仔 分享给朋友 多谢